7月15日,中国为阿尔及利亚建造的首艘豪华客滚船从广州南沙起航,开赴阿尔及尔港口。 据悉,这艘总造价达10亿元人民币的豪华客滚船,由中国船舶集团旗下广传国际有限公司与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公司作为联合卖方,为阿尔及利亚国营航运公司建造。 是一艘国际航线客滚船,运营路线跨地中海两岸。 据了解,该船长200米,行宽30米,航速可达24节,可载1800名乘客,同时可容纳600辆汽车。 中国船舶集团广传国际副总经理周旭辉表示,该船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的安全返港要求和三级排放要求, 是一艘集环保、绿色、节能、舒适于一体的客滚船。 首先客户是国际话,那么我们的整个船舶性能要满足国际要求,那么当然还有国际配套,甚至国际设计。 那么像我们这个船,船舶试验,我们在中国做一次船舶试验,也在国外做一次船舶试验, 来通过两个船舶试验比较一下它这个性能如何,来进一步证明较和这个船的一个可靠性。 技术性能方面,在稳性方面,在噪音智能方面,达到豪华游轮的一个级别。 根据合同,这条船我们舒适性的要求,乘客是二级,船员是三级, 但是通过我们技术的努力,我们前级的沟通跟介入, 最后我们这个舒适性是达到了一级的舒适性能。 记者登上客滚船看到,全船共有12层甲板, 具有功能丰富的各类餐厅、露天游乐区、酒吧等乘客公共场所, 在设计上融入了阿尔及利亚文化和艺术元素。 周旭辉介绍,为了让客户有加的感觉, 该船的设计团队赴当地国家生活了一个月,来获取设计灵感。 这个内装修,大家看见呢,充分融合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那么它的整个世界表象是相当的有地中海的一个色彩。 为此呢,我们特别派了艺术家、艺术团队在当地国家待了一个月左右, 来了解他们的文化,来感受他们的一些色彩, 感受他们的一个衣食住行。 那么使得整个船设计、建造、完工以后, 那么客人一上船,就感觉到像是跟他们家一样感觉。 据周旭辉介绍,这艘船最大的特点是, 内装材料及大部分设备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品质和舒适度都达到了设计技术指标要求。 实现国产化以后呢,首先就是说, 国内配套得到了一个延伸和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提高, 那么对中国整体装备的提升起到很好作用。 当然国产化以后呢,在这个服务到位方面, 在成本可控方面,周期交付方面都比之前进口的话, 有明显的一个提升。 据悉,该船与中阿建交60周年之际的2018年启动建造, 属于阿尔及利亚总统计划框架下项目。 是中阿在发展海洋经济及海运事业领域的一次重要合作, 也是中国和阿尔及利亚合作的首个客滚船项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